熊一樓守護孩子們超過50年 伴隨著大家平安的成長 是我們堅強的依靠 和他將於今年年底拆除並改建 我們心中充滿著不捨 喜怒哀樂的回憶 歷歷在目 懷念那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 綜藝國小位於台北市南機場地區 與民國54年8月建立 其校舍名為綜藝樓 綜藝樓50年來歷經921地震 發發洪災等至今能屹立不搖 綜藝樓現在是樓道教室 不過早期的時候是菜市場 後來則變成教室辦公室 地下一樓早期是家庭工廠 做巴比娃娃代工 後來增加了圖書室和舞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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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萬頭串洞 和這麼多孩子聚在一起 下課時間當然很精彩 學校外墻的樓梯 是大家最喜歡的溜滑梯 下課時間男女學生在校園各處聚集 聊天玩遊戲打來打去 獨立設施大家最愛的地方 販賣的東西應有盡有 小朋友們都集成一團真心恐厚的要買東西 以前沒有營養午餐 同學們會在中午時間衝回家吃 或是在街上吃好料 吃飽了再衝回學校 綜藝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樓道級角力 參加了很多比賽並獲獎 但過去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第一呢 雨球在場上打球 彷彿自己是風雲人物呢 排球殺出全力的一擊吧 舞蹈 說到中藝國小的才藝 一定要提的就是舞蹈啦 相信表演時非常熱鬧 大家都想來看表演 同學和老師利用客語時間排練 每年的表演都是不同主題 承上電視台節目做演出 到今晚落軍表演 甚至還被蔣宋美玲女士召見呢 中藝國小文武雙拳 不只在體育方面 在教育方面也領先全台 開發電子書包個程 利用電子書包帶進主題式小組式學習法 提升學生的作文能力與創造力 引入多元的教學內容和活動 讓我們開心學習 為了學校及居民的永續發展 中藝樓即將改建成中藝教育社福園區 社福大樓內有新的捷運站喔 除了我們上課的教室 大樓還有通營中心 老人照顧 多功能體育場 熱靈學堂 K書中心 身心障礙日間機構等等 能服務更多的居民 未來中藝樓將成為更多人心中堅強的依靠 這邊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你們知不知道 在這邊坐 在中立樓的地下室 中立樓以前的比賽就是 旅球場會有五賽 就是我們旅球隊會在練習 然後旅球課也在正上課 排球 以前我們像每一次 參加西七出季 每次都是冠軍回 我們以前會趴在安全梯滑下來 還滿好玩的 還滿好玩的 還不錯 那賈婦人就 就召見我 那時候我還帶著學生 在那裡 就在那個中山的表演 教育部要做電子出季的 小便是 他的書包平均大概是五公斤多 他經過電子出季 是